HELLO 大家好,我是生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Mac如何录制影像,以及荧幕录制。 请允许我打一个广告。 生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浩TV。 今天我会推荐一个Mac自带的工具, 就是QuickType。 QuickType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呢,也许只是用来看影片。 而这里呢,我就会和你分享的就是, 它另外三个附加功能。 首先呢,我们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QuickType Player, Enter。 这里呢,我们会选择一个Destination的Folder, 所以我们就选择Desktop, 然后按Done。 现在呢,我们的左上角, 就会有QuickType Player了。 然后我们点击Far。 这里呢,就会有三个我所要推荐的功能。 第一个,萤幕录制。 现在呢,我们点击New Screen Recording。 如果你要选择有Mine的话呢, 就要点击External Microphone。 这里呢,我是已经插入了我的麦克风了。 如果你需要使用一个External Microphone, 或者是Wide Microphone的话呢,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插口, 必须是,就是有三条线。 或者呢,你可以使用它们的Internal Microphone。 只要把你的Microphone拔掉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你可以选择NUM。 就是,不会有声音的录屏。 然后你点击中间这个呢, 你就可以开始录制了。 如果你只是想要选择一个小部分来录制的话呢, 你需要点击LAR。 你只会录制这个小部分的东西。 然后,假设我现在开始录制。 如果你是要录制全部视频的话呢, 只要随便点击旁边就可以了。 当你不想要录制过后呢, 只要点击右上角的这个Icon, 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Save, 或者是你可以点击左上角的打叉。 然后选择你要Save, 或者是你要Delete。 Delete的话, 刚才的录屏就会被取消了。 第二个,录音。 录音的话呢, 就是点击New Audio Recording。 同样的你也是可以插入你的External Microphone, 或者是你可以用它们的Internal Microphone。 这里呢, 就不会录制成Video, 或者是影像。 它只会有声音罢了。 录制完过后呢, 你可以按Command Save, 或者是按打叉。 它出来的方面呢, 是M4A, 然后我们就按Save。 第三个, 录制影像, 或者是摄影。 就是New Movie Recording。 我们会用自己的那个Webcam, 就是说这个青色点的旁边这个小洞, 来作为拍摄。 所以你也是可以使用的就是External Microphone, 或者是它的Internal Microphone。 然后你可以选择Quality。 你设定好过后呢, 只要按中间这里, 就可以开始录影了。 然后录影好后, 就按停止。 过后呢, 只要按打叉, 就可以了。 它的Format是MOV。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的小技巧, 或者是好用的App,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当然, 如果你在使用Mac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 那么, 我是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